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作为NCAA里最强的亚裔选手 来自于库里姆校Devinson的韩国裔球员李贤正 也于近日宣布会投入今年的NBA选秀 同时,他虽然雇佣了经济团队 但此团队受到NCAA官方认证 所以李贤正仍然保留了下赛季回归校园的资格 身高201公分的李贤正素有韩国汤普森之称 在刚刚结束的大三赛季 搅出了非常优异的个人表现 多项数据都达大学生涯新高 代表球队出阵34场比赛 场均可以贡献15.8分,6篮板,1.9助攻 投篮命中率有47%,3分球命中率为38.1% 虽然相较于第20赛季的44%的3分球命中率有所下滑 但仍被认为是D1级别最强的火力之一 他在上赛季还有过单场12投8中 3分球6投4中,罚球10发9中 看下29分3篮板3助攻的表现 也率队成功杀入了今年的凤凰三月 李贤正在Devinson的体系下成长三年 战术素养优秀 善打无球,但持球进攻也在标准以上 而投篮则是他最突出的优势 李贤正的投篮出手速度快 出手点高,手型也很稳 这些都是他参选的优势 但这位韩国球员的弱点也很明显 运动能力不够,防守一般,对抗也不足 他现在拥有冲击选秀第二轮的行情 除李贤正之外 来自于密歇根大学的Kaleb Houston 也决定投入今年的NBA选秀 测试水温,同时保留回归校园的资格 这位2003年出生的球员,年仅19岁 高中时曾在ESPN上排名2021届全美第八 为名校Montbert的效力 是同届最抢手的五星高中生之一 但他在刚刚结束的大一赛季 为球队出战34场比赛 场均仅能拿到10分4篮板1.4助攻 投篮命中率不足4成 3分球命中率刚过3成 虽然密歇根大学杀入了今年的凤狂三月 但Kaleb竟在第一轮脚出贵优异表现 看下13分5篮板2助攻 并赢得后继男的称号 最后两场比赛分别得到0分和5分 这位身高203公分的前锋 在大一赛季成功将自己身价打掉 如今的选秀行情并不被看好 兄弟们这就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